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太费我的精气了 我可倒别出去了 你自己玩吧 我可走了 我数到三 你再不出来 我就真走了 一 二 三 快点 你就不能歇会儿吗 咱们比比看谁戴得住 眼睛别眨 好 我可不想玩这个 这有什么好玩的 我有一个好去处 你想去吗 要是太远的话 我就不去了 我们去看那批漂亮的马 好吗 好啊 好啊 可是龙马不容易见到的 会白跑一趟 我现在累了 跟我走你一定能见到的 杨杨 你能保证吗 太早了 等等我 这哪有龙马呀 谁能给我颗丹丸补补体力 一会儿就能见到 看来是白忙活了 哎呀 时辰还没到呢 你别再骗我了 让我先缓缓吧 有时紫霞铺满天 天水一色起波澜 荡起千尺层层落 龙马成瑞天地间 那是传说 你怎么还信这个 你看 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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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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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我 八卦是一个全是天地万物的戾气 那么看似神秘的八卦符号 是否真的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呢 八卦在确定以后 我根据天地万物的情况与特征 圆取诸物 尽取诸身 对八卦的每一项进行了命名 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和识别 在一个挂符中 我以实线表示阳摇 以断线表示阴摇 从空中俯瞰 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八卦的平面方向设置 以顺时针方向 依此为南西北东 对八卦的平面方向 夜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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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是谁啊 我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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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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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呦 哈 哈 呦 呦 呦喬 señor 呦 呦喬 šeer 呦 呦 呦喬 呦呦 呦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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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喬聽呦喬 呦喬梦 儻喬 八卦确实能概括出天地万物的景象 在八卦最上方的三个羊羊 表示前卦 体现羊气最旺盛 象征主宰万物的天 每一卦都有三个羊 分别为出羊 二羊三羊 一羊在最下方 二羊居中 三羊在最上方 以前相对应的下方就是坤卦 它由三个阴羊组成 是阴气最为旺盛的体现 象征冬至过后 逆羊来复羊气上升 春天就要到来 此时阴羊交感 吹雷隆隆 吹雨沥沥 不惜根据这种现象 将这个阶段定名为阵 象征着雷 此卦初遥为阳 上两遥为阴 表示这个阶段阴大于阳 梨在八卦的左方 象征着火 此卦两个阳阳分裂上下 阴阳居中 表示到了中春时分 随着阳气的上升 天气会越来越热 此时大地干旱 就像被火烘烤着一样 下面这个卦夫我来说 看我的 在八卦的右上方是迅卦 象征着风 初遥为阴 表示一阴回归 上两遥为阳 表示夏至后 阳热的天气中阴阳速爽 阴气发生 阳热的天气开始降温了 来看我的吧 在八卦的右方是卡卦 象征着水 此卦两个阴阳分裂上下 阳阳居中 初遥的阴表示大地 上遥的阴表示到了秋分时节 很容易出现汗或者烙 秋雨对气候的影响很大 并且江河之水都是从西流向东 在八卦的左山方是对卦 象征着泽 这个卦初二两遥为两 三遥为一 与对卦相对应的是八卦的右下方的 更卦 象征着山 此卦初二两遥为一 三遥为养 对卦反映东南方向江河湖泊较多 更卦反映西北方向山脉纵横 向各处延伸为半山之组 从空中俯瞰 我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 八卦方向的设置是顺势阵 顺序依此为 南西北东 在远古的年代 八卦的命名反映了华夏民族的先祖 对自然最质朴直接的感知 它结合人们熟悉的自然界现象 泪向天地 屈成万物 在这个符号中 八个卦的位置和遥向相对相错 前空卦象征天高地低 呈上下相对之势 从卦象来看 三阳对三阴 是为天地定位 这一对卦象征山高水低 水流向东南 注入江河湖海 山在西北 水在东南 遥相呼应 卦谣对立相合 是为山则通气 阴阳相感 则雷电产生 见风吹则散 此对卦谣 也是对立相合 是为雷风相活 而水火相克 隔岸相对 阴阳相分 卦谣对立相合 是为水火不相射 河图引生的八卦符号 表示着完整的阴阳循环 其中的每一卦 都能相互转化变通 看似简单的符号 却对世间万物 进行了精炼的归类与对比 因此 八卦脱离了孤立的符号意义 最终成为 表现万物之间的经典符号 事物的阴阳循环中的产生与消耗 八卦完全对应着 这一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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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八卦并不能表示时空的多变性 这次意外地发现 原来同一时间里 不同地域的天气是不同的 伏羲发现了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秘密 天哪 好大的雨啊 这就是追松伏羲的办法 你这回说风凉话 你说伏羲发现了什么 知道 你先说 在同一时间下 有八种不同的空间 表现也各自相依 在同一个空间里 也会出现八种不同的时间 不需要口令啊 例如说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就反映出了 季节轮换的时空多变性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 伏羲发现 天与地都存在各自的八卦特征 八卦同时包含了 时间与空间两个概念 将时间和空间一一重叠 八卦相交就成为了六十四卦 这才足以表达世间的森罗万象 岩石上那个组合真是太漂亮了 最喜欢 六十四卦是外园内方的图形 有天园地方的含义 园主天方主地 没看到还有园的呀 你别急啊 听我说 其实园图是对八卦运动的详细描述 在阴阳八种不同的升降变化中 扬升阴降 形成左右对质 我没急啊 我说说那个大图案刺眼 来 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图 左有太 右有匹 左边阳声 外挂从阴到阳依次排列 右边阴声 外挂从阳到阴依次排列 表示自然的秩序 以此来表现阴阳运动对事物的影响与启示 例如 冬至过后阵挂发生 从复至无望的内挂为阵 外挂从坤 更 坎 逊 离 对 前表现为一个地境天动的现象 是对先天八卦气变的细化 是对先天八卦气变的细化分解 方图表示地 前阳赋予万物生命 所以阳在下 阴在上 依对角的顺序 前至坤依次排列 取向天地相交 通太之一 同时也表现了天不足西北 地不足东南的地理环境 在方图中 前至坤为金卦 太至匹为尾卦 周边二十八卦象征周天的二十八星宿 说道可真多 这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有意思 这个图我表达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和全面 足以表达世间的森罗万象 跟我来 从怪到太 以钱为体 从屡到匹 为钱之用 从拨到匹 以空为体 从千到太 为坤之用 前主大使 坤主收藏 阳卦所生主针 阴卦所生主毁 六十四卦均有八卦真毁相交的规律 什么呀 真主生主正 毁主退主亡 内三摇 为真为主是本卦 外三摇 为毁为府是知卦 从中能发现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 你说完了 对呀 我有点那个 懂了 乾坤相交 得太匹二卦 前卦在下为太 前主针 坤卦在上为毁 坤主毁 太卦是通钛 毁卦是毕色 就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 比如 水火香蕉 得记记 未记二卦 离卦在下为记记 离主针 坎卦在上为未记 坎主毁 是事物完成与否的两个方面 我明白了 太妙了 太完美了 八卦和六十四卦 包含了世间万物的明语像 福西一直求索的天地大道 最终显现出清晰面目 今天看来 这些符号包含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 以及它所蕴含的对立 统一的哲学意味 反映了华夏民族在史前时代的智慧 他们的确立奠定了一经这部伟大著作的理论核心 现在你来看 这些符号都是相对应的 对应的 你看这个镇卦和迅卦 镇卦是一个阳谣在下 两个阴谣在上 而迅卦一个阴谣在下 两个阳谣在上 它们对立相合 阴阳谣对位交错 原来是这样的 在一经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 探索始终没有停止 在福西之后 又将会是谁引领着人们继续前行